我现在我想要针对利润 来去做资料的清理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利润的分布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先点到利润 第二 插入里面有一个建议图表 好我就点它 好确定 请问这个是 最左边就是负值 中间这边是零开始 好所以我们从这家公司来去看 它的利润 所以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这个是1.68到141 我们这边有3000多项 这意思是什么意思 1万项的订单 记录其中有3000多笔 它的利润是落在1块多到141块 那请问一下 大概这边大概占多少 6乘5 1万项里面有6乘5是获利 剩下的都是没有获利 这边是零 这边是负1到1 所以零在这个地方 那左边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加起来好像2000多 反正是3000笔记录是没有获利的 请问有掌握住资料了吗 我们接下来就要做分析了 这边的负负货